中方对伊丽莎白二世女王逝世表示深切的哀悼 国家主席习近平已经向英国新任国王查尔斯山三世职宴殿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向英国首相特拉斯职宴殿 伊丽莎白二世女王在位70年 致力于促进国家发展 推动英国同世界各国的友好交往 女王是第一位访华的英国君主 也曾接待多位中国领导人访问英国 为增进中英人民理解 扩大两国友好交流 做出了重要贡献 中方愿继续同英国王室和各界共同努力 推动双边关系不断发展